各位如有大家好, 接着我们今天的光课 今天的光课讲的内容, 我想和大家讲一下 怎样有调光, 将生物转过去伸光 因为昨天我将我三十星的带雷光的面光 本身是十多星的面光 我现在是十五星, 我全身换成60星的面光 换大一点就方便, 因为之前你们也见过的视频 是一条小丑, 用了三年, 因为已经用了三年 很小丑, 又长得不大一条, 我就换大纲 方便以后跟他配队 因为之前配队都配不成功 我今天就帮他配队开始, 看是成功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讲怎样换光 怎样换光呢? 我就写了几个步骤 我先跟大家讲讲! 都是大同小异, 先跟大家分享 具体的过程 压光呢就自己准备好, 然后自己折管件 压压压压压切备就自己放好 即正把整备好 第一个步骤就先帮九光断水断电 断了整幻, 压压切备就断了电 然后我们要准备好什么 因为通常应该是曬光不太大光 所以大家一定要介好新光要多少升水 好像本身旧光是15升水左右 我新光就有60升水 总共差了45升水 这样你就要提前准备好新水 至少提前24小时准备 无论你是换水还是准备新水 一定要有的习惯就是提前准备好新水 最少提前24小时 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盐增量好 溶得很快 但是不怕我们肉眼看到没有盐粒 就叫做完全溶光 因为有些我们是用眼看不到的 它就没完完 你加到干里 那些鱼吃了 那个塞就会坏的 大家千万一定要继续点 就准备好新水 就是差多少水就准备好新水 然后旧光断水断电 新光折口 管件折口 所有都折口了 就开始截力的设备 就是放设备进去 然后所有设备放了之后 那个步骤是怎样呢? 我讲了我自己经验 那些步骤是怎样呢? 因为你要製备的容器 先养住你的鱼 然后新光设置后 将鱼 记住先放石 再放鱼 如果你说不放鱼 就免住你的步骤 为什么是先放石 再放鱼 因为以防 先放鱼 放在上面的话 以防你以后 讲不住 好像蝦虎 或者枪蝦 或者有些鞋 它是会滑地基的 如果一滑 你的景是比较高 它会坏 会坏 所以自己一定要注意 地基一定要坏 但是有个竅蒙 怎样说呢? 因为如果你是先放石 再放鱼 你的造景 可能不太坏 好像我说 我本身有造景 我黏了膠 比较高 它会坏 最好是先放沙 但如果遇到的景色就像我那样 因为我本来会黏住 黏住上面有珊瑚 的确确实在操作是不太稳定的 你也可以找些东西卡住 让地基找类症也可以 如果有一个竭门 我会先放沙 然后再把景色放在沙上 然后再把它压在底下 这样就大致稳不会倒 这就是我的经验 然后就放水 记住 如果有底缸的话 可能会有新水 就在水口那边 就像我们换水那样 先倒新水 然后再把既光的水加进去 然后景色就好了 那些鱼呢 就辞少少放 找个小容器养住它 养大约2-3个小时就OK 即是那些鱼养好它 不要放进去 你放进去也OK 我是直接放的 但如果你想说 因为你鱼的口 因为我是只有一条鱼 如果有些鱼有 鱼比较多的话 就先找个容器养住它 记住那些鱼 你好像用个桶养住那些鱼 就记住帮它盖盖 以防它会跳出 跳出去了 就那些鱼放进去 那些器材放进去 那些内锤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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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OK的 这个过程大家不用担忧 有没有选耗 我现在放了24小时 基本是零选耗 包括鱼 因为当时处理 就比较粗暴 我是放了少少鱼 把珊瑚的景色放进去 然后把珊瑚全部倒进去 因为珊瑚比较多,我的珊瑚比较厚 珊瑚比较厚 珊瑚比较像落雨,打在珊瑚上 说话说少,都会碰上珊瑚 但24小时之后,水清了太多 珊瑚的选拗不是很大 有些珊瑚比较茂盛 被珊瑚砍断了 没所谓,我又重新帮珊瑚 就这样,放开水泵,让珊瑚 这个过程呢,我又讲讲经验 这个过程其实是选后 基本上是零选后,除非 除非,我说除非,即是第数情况 又是珊瑚比较珊瑚一点 你就将珊瑚时间拖长一点 一般呢,12小时 但是保证温度,水温不可以升得太厉害 你停了水泵12小时,10至12小时 珊瑚都不太有大问题 所以如果你是可以的话 你先找个容器养住它 就让它尺寸长一点 我就没有尺寸长一点 因为我的珊瑚比较粗山一点 我觉得比较粗山一点 就直接转岸,问题就不大 但今天看起来就基本上能选后 无论是珊瑚,还是鱼,还是五渣背 都是能选后 然后呢,我就说回这些竅蒙 就是说回我自己这个转岸的经验 因为很多人转岸的时候就会发现 好像我的转岸,迷行三年 其实在带沙里面呢 有很多微生物 有很多烧动物在里面 就是沙里面的生态 其实呢,你移开那些活石 你见到那些沙是很骯髒的 是有很骯髒的东西 有很多人说,我的旧沙不要 其实我是不建议的 你是要把那些旧沙一起转过那些光 有些人说,它很骯髒的 可能有危险 是没有危险的 那些东西,你不要看到它很骯髒的 我们不可以用我们人的诗画去想 想海光的诗画 这些沙一起说 我的经验呢 就是将那些旧沙全部 连在那些骯髒的东西一起转过去 这样就不要用手去画 因为一个人是说不干净 用什么方法呢? 用红级,找一支膏拱 就像活动水那样 抽那些沙全部抽到一个容器里 然后把它转过去就可以了 有些人说,抽不完 你就将新水倒入旧光 继续抽,抽干净 再将它全部转过去 新光就可以了 这样呢,有些人说 转过去会不会很骯髒啊 是会很骯髒的 那些水呢 你看,今天超过24小时 其实它都是比较运足的 那有什么方法呢? 因为是西港梦大江 那些旧沙一定是不够的 你要放新沙 你就将那些新沙直接覆盖在上面 盖住那些狗沙 这样呢,那些骯髒的东西就见不到 那这些品牌映的道理呢 即是说,盖住它 不管它的品牌 就好像有些东西欺人 不会的 你盖住它就OK的 盖住它就OK的 它那些沙的生态是很微妙的 你随意去自然间 你画那些沙 其实它都是很骯髒的 很多我们认为很骯髒的东西 但是在自然生态里呢 它是属于比较宝贵的东西 那些沙 关键的 那些沙 那些沙的沙的沙物 是有活泄带来的 你不可以保证你 你已经形成的生态 你新的沙物会帮你带来 不一定的 因为每一块沙物 每一块沙物 它拥有的 小生物的群落 是不同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些 所以那些沙物不要 觉得它不乾淨 不要 如果觉得外眼 就直接盖过它就OK的 没有影响的 是一点都没有影响 我呢 就直接不要盖 我是由它混在 新沙和沙物一起扔 扔进去 所以那些沙上面 会比较脱的 那些沙上面 是比较脱的 那怎么处理呢 如果你不嫌麻烦 你嫌麻烦 就直接不要理它 不要理它 它过得几日 就自然 那些沙的生态 就会把它清乾淨 如果大家觉得外眼 怎么处理呢 我之前在光复里说了 亦都是用水手工 沿着那些沙面 不是叫你吸沙 是沙上面 好像那些沙面 是这么高 你又忍不住它 尼矩几公分 找一只手 用水手 又找一只手 那些沙面 会升起 你又将它吸了它 吸了它 放到容器里 你让它自己沉淀 液口 让它怎样 液口 你都可以做什么 隔掉那些脱脱的东西 都好 我只会让它沉淀 如果我顶不住 就让它吸进去 溶器里 让它沉淀 十几十分钟 再把水慢慢倒进去 那些脚 脱脱的东西会沉淀 那些脚就不要 就丢掉它 就可以了 一般是这么串理 其实我自己 以前是这么串理 我现在就不 就难得串理 它慢慢的 那些沙的生态 那些小沙的生态 那些小沙的生光 它会很快繁殖的 它也都不 其实没有什么损耗的 可能会有少少少损耗 损耗 其实好像分队不解 它只要 只要 涉淀了那个光 它也会慢慢的 帮你串理 那些沙上的脱脱的东西 是很神奇的 沙的生态 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经验分享 因为那些转缸的过程 水会运动几天 有些人 有些商家 就会说 这些是消化細菌 死亡 你需要加些消化細菌 进去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 我就不是很人同这种说法 你说消化細菌有没有损耗 没有人检测过 也都没有科学证据证明 需要加消化細菌 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不用 真的不用 我必要浪费些钱 虽然说 那些消化細菌也不是很贵 都是十几元一支 那些叫做全面 就是说 那些平的那些 都不是很贵 但就没有必要花回钱 那些其实是 那个叫安慰作用 心理作用 多过世界作用 因为本身那些 石和沙都是教的 有山坞在那里 它们本身是 带了很多消化細菌 就算它有损耗 有消亡 短时间内 它都会恢复正常 那个消化細菌 很快恢复得到 这样有什么 我会建议大家放呢 因为是小缸和大缸 小缸和大缸 小缸和大缸 所以你 有机会增加活舌 因为我 好像我这样 我以前的缸和活舌 就是很少一块 我就新加了一块 就将我以前 背板的珊瑚 就黏在那块新活舌 加一块新活舌 就是加少少新活舌 新的活舌 进去 给你防消化細菌 不得要好 那个活舌 也都不用养水 不用养水 因为你的缸 其实是转缸 而不是重新养水 不用养水 不用养水 直接放进去 就可以了 然后换的过程中 因为我的底缸 虽然没有换 但是我的底缸 那些旧活舌 我就将它清了一块 就重新放了一块 重新放了一小块 新的活舌 进去 那个作用呢 其实都是 放大陆新的消化細菌 和新的生物群走 那么 其实 你们看看 我现在总共的缸 缸带缸 缸水 即缸缸带缸 就差不多一百兴水 换到你来说 正常来说 是完全不够的 那些活舌的量 是完全不够的 但是 那个量不够 也都无所谓的 大家不用这么做 大家不用这么做 我活舌一定要换那个 比奶来放 这么多kilo 不用 问题就不大 就不用放消化細菌 就直接 你缸得加 加快新活舌 就带缸好 就带缸好 带新菌 就可以了 陈黄几日 给水陈黄几日 它自然会清 那个陈黄几日 那个过程多久 你正常的灰光灯 正常保持水温的话 炎灸水温的话 应该就一个星期左右 那些水就会完全清 千万不要急 千万不要急 大家看三胡的状态 但是 它OK 就问题不大 一般的存力 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因为我的经验 告诉我 这么存力是没有问题的 实在操作在这里 也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 选后 各方面都没有 就这样的存力 就OK的 然后 这个新光 还有很多视频 好像一盏新灯 还有个新水帮 现在的新水帮 神父奇奇 但是 做浪功能 我也会在后面 拍一些视频 讲解一下 这些新设备 因为这盏灯也是有 人落一切 我坐在这边 就好意 因为这盏灯是狗兽牙的 就这么动力 因为我刚刚现在是多少公分高 50公分高 就比较高 就适合养鱼 那些珊瑚 就养得比较矮 所以这些功能就要大一点 后组也会有视频 介绍这些设备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各位余友再见 是 这一次 是 呃 让我们带去 那天 马戴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